規劃國角費南多正在做康復訓練 他的腿部肌肉在聯賽裡拉傷 目前仍在康復當中 由於中國隊的下一場試育賽近在咫尺 所以他目前的傷情成為大多數中國球迷 關注的焦點 費南多曾經是上屆國家隊大名單的常客 但卻一直沒有機會代表國家隊比賽 我記得有很多球員 我曾經被招呼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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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上一屆國家隊 費南多認為沒能闖進世界杯 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 我認為是 確實是有狀態 我認為所有選擇 有機會進入 工作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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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 組合得好 費南多1993年出生於巴西 22歲時來到中超 在中國生活的九年中 他的足球支柱並不平坦 我認為所有人的想法 都會表現自己的國家 所有孩子都會有夢 在巴西長大的費南多 也曾夢想進入巴西國家隊 但他自小就懂得務實的道理 貝南多32015年由蒲超聯賽轉戰中超聯賽 在他看來 这是一次重要并且成功的决定 2016赛季 费南多凭借两立长途奔袭的进球 先翻了巨星云集的广州恒大队 他也因为极速度与技巧的进球方式 得到了至今仍在传扬的绰号 2019年中国足球首次实行规划球员政策 在广州恒大俱乐部的运作下 费南多成功入籍中国 2020年费南多首次入选中国男族 曾经梦想披上巴西战跑了他 在中国实现了成为国家队队员的梦想 费南多在国家队的道路并不平坦 伤病一直让他无法参加国家队的比赛 2022年初 在前往国家队报道的途中 他返回了巴西 这也让很多球迷对他不满 2022年初 由于运营资金短缺 广州恒大俱乐部与费南多解约 身在巴西的他几乎无球可踢 直到2023年4月 山东泰山队与他签订球员合同 他才得以返回中国 我尊重 我尊重 因为当我来到这里 我认识会是很难的 其他球员都在我身上 所以我继续工作 我忽畅我的时候 我当我准备 我当我准备的机会 我已经准备了 在等待中 费南多终于迎来的上场的机会 凭借在泰山队的出色表现 他在今年3月 再次入选中国男足国家队 费南多身批中国队17号球一 在与新加坡队的比赛中 完成国脚首秀 并且在与新加坡队的第二回合 自己代表中国队的第二场比赛中 打入了进球 费南多很享受目前在国家队的时光 他表示和队友没有沟通障碍 已经融入到这届国家队当中 费南多22岁来到中国 费南多在31岁时实现了他儿时的所有梦想 现在他树立了一个新的目标 代表中国队打入世界杯的决赛圈 费南多 费南多 我已经有31岁了 我更冷静,更冷静 我非常愉快